清朝乾隆王的这个陪葬品九龙宝剑 听说只要碰到这个九龙宝剑的人 绝对都是非正常原因死亡 邱老师请问这些所谓的死亡的诅咒吗 可以这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碰到这把剑的人 根据传说讲说 跟他有关系的人 每一个人都有生命上安全的顾虑 包括你跟我在内 这个事情就会开始这样子 因为其实所谓的九龙宝剑 先请问一下它长什么样子 传说剑长无耻 它的剑其实不太对 它长得比较像刀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把蒙古式的剑 它是过去蒙古的鸡兵 拿着手上拿来砍的一把大刀 这个长度的话无耻 而且它这个剑柄的地方 刻有九只龙 这个剑的话有鲨鱼皮的皮鞘 干什么用的呢 它是当年前后皇帝在登基的时候 他的几样的信物之一 因为你要知道 一个皇帝在登基的时候 需要几样东西 第一个包含的玉玺印章 对不对 印把这很重要 第一个东西的话 要精简跟预测 精简跟预测的话 是要告天跟记地用的 跟天地讲说老子当了皇帝 不然你想报告用的 不然你想怎么样 所以这是报告用的 第三个东西的话 你当皇帝的话 主要衣服可以穿 对不对 所以需要朝服 以及第四样东西 啥玩意儿知道吗 就是宝剑一饼 这个宝剑的话 代表是皇帝的权力 跟他的势力 所以这一把九龙宝剑 就是当年的前后皇帝 他在登基的时候 他的这个信物之一 很有趣的是我们知道 根据传说的这个记者来讲说 后来在信元1928年的 7月2号那一天 当时这一个在前皇帝 过世135年后 这一个有个大军法 叫孙殿英 他盗了前皇帝的御林 这个盗墓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书本上很多传说了 说我们这位孙殿英 盗墓的时候的话 要了钱对不对 他为了怕这个盗墓 被别人发现了 他拿炸药 啪当啪当炸这个地方 结果炸了以后的话 前皇帝的官幕还站起来这样子的 来吓他是不是 不是吓他 就是这个一炸 你知道震动 整个站起来一倒下去 所以其实有关于这个 前皇帝的这个墓 当年被盗的情况 其实传说很多 但是重点是 其实就在孙殿英盗墓以后 到底有什么样的宝贝 被孙殿英给拿出来 根据孙殿英自己的说法讲 说出来的东西当中 包含了很多东西 而最珍贵的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讲 再把九龙宝剑 那这九龙宝剑 后来根据人 这个传说 说法是这样讲 是说孙殿英盗墓以后的话 发现很多事情 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 孙殿英不肯承认盗墓 但是后来 这个等到事情 沸沸扬传开以后 从西元这个1939人左右 这孙殿英为了让那个媒体闭嘴 也为了让这个高官 不要追究他盗墓这个行责 所以孙殿英开始把这个墓里 到处来宝物 就送给一些大官 大大官 用来让他们不要追究 他的盗墓这个问题的 那据说宋龙有什么 你知道吗 包含了这个当年 因为他除了盗 乾隆墓之外 他也盗了这个慈禧墓 那慈禧嘴里那一颗宝珠 据说孙殿英讲说 就送给了宋美龄这样子的 叶明珠 叶明珠 韩嘴里那一颗 对不对 送给宋美龄了 那这个他的说法这样讲 另外的话 他把这一个 这个乾隆潮珠上面 最大两颗的这个宝珠 送给了戴笠 另外的话 在这个慈禧墓里面 他找到这个金玉西瓜 后来送给谁知道吗 送给了这个宋子文 那宋子文也获得了其中一样 那据说当时的 这个国民党系统里面 最重要的那个人物 谁知道吗 蒋介石 蒋宗正 当然了 这一个宝剑 什么宝剑要送这个烈士 对不对 所以其实 这一个蒋介石 蒋宗正 据说孙殿英送他最重要的礼物 杀娃也知道吗 就是那一把九龙宝剑 所以建在蒋介石身上 他要送给他 可是蒋宗正从未收到这把箭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孙殿英要送箭的时候的话 当然孙殿英不可以说 这个东西给你嘛 对不对 也不能叫快递 把他送到他家去 当然也不行 那怎么办呢 就透过戴笠来送 这个戴笠的话 当时的军统 这个最重要的大人物 而且蒋宗正最信任的一个人 那据说孙殿英讲说 他把箭交给戴笠 希望戴笠把这个东西 转交给蒋宗正 但是重点是 戴笠 他刷到这个箭以后 他一时不以为一 把这个箭先交给 他旁边一个侍从官 叫马汉三 这个马汉三 当时北京的公安投资 同时也是警察局的局长 据说在1940年那个时候的话 马汉三在北京 还来不及把这把箭 再交还去给戴笠的时候 这个马汉三 就被另外一个人给抓了 那个人名字叫村老芳子 各位听过吧 对不对 女间谍 村老芳子就抓了马汉三 而这个马汉三最好玩的是 他为了保自己的命 又把这个箭送给村老芳子 作为某一种礼物这样子的 然后重点是 村老芳子最后还是被戴笠给抓了 所以最后情况是 这把箭又回到戴笠的手上 就在这个戏元1946年的时候 当戴笠要把戴笠这把箭 从青岛回到南京 要把这个南京 把箭交给蒋介石的这个路上 那一个飞机就在路上就撞山了 那飞机撞山 对 那个箭我们在飞机上 这个传说 说他是有的 所以这个箭后来撞山 撞山以后的话 戴笠跟他把九龙宝箭就一起了 就在轰隆轰隆的火焰当中的话 就烧个戴箭 好可惜 那到底有吗 这把箭根据后来去说 这个现场的人讲说 在现场找到戴笠穿的衣服 找到这一个他配的九龙手 左轮手枪的一些碎片 同时大家发现了 在戴笠的身边 有一个像是铁片这样的东西 一尺多长的铁片 那后来这一些铁片 包含了那一些什么 那一些戴笠的衣服 还有他的手枪 后来就在南京 当时就买上了 后来这个买上以后的话 在西元1951那一年 戴笠的墓又被当地的农民给刨了 那刨戴笠穿以后的话 据说在刨这个墓的时候的话 那一个什么发现了 在墓里面确实有那一个 左轮手枪的碎片找到了 另外找到怎么知道吗 我刚才讲 那个一尺多长的铁片的碎片 不找到 另外还有一些衣服 铲片都有找到 可是在1950年那时候的话 他把东西通通打包以后 就一起的又扔到一个湖里面去 所以有关于这一个九龙宝剑的传说 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并没有人知道说 到底真的像是怎么样 因为根据人口说法讲说 这把剑应该是跟戴笠 一起撞山 最后的话就烧掉了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告诉各位 这个历史事件的最后的一个 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 孙电英他当时是国民党的将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来他是北洋军阀之一 可是最后他团成国民党 后来国民党趴来去打共产党 到最后的话 他被这一个八路军给抓了 抓了以后的话 孙电英就是他 被关在这一个什么 共产党的监狱里面 而那个时候的话 其实孙电英本人他鸦片烟吸得很大 他每天就是要吸两两鸦片烟 他用交换情报的方法 跟这一个当时关他的监狱的狱卒 换什么知道吗 换鸦片烟 所以我们以上讲的那些故事 其实就在监狱里面 这一位当时的烟影发作的 孙电英的自白 所以这个自白的部分是否可信 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几个关键人物 像戴笠他撞山他死掉了 像刚刚讲那个马汉山最后被处死 像那个村导方子后来也被处死 所以所有事情的话 最后的话 所有人物都在这个孙电英这个人身上 所以以上讲那个传说的话 或许为真或许为假 不知道如果为真的话 那么所有关系人 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横死在街头 所谓的这个盗漠传说 确实是有这样的说法了 可是我刚刚讲了半天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个是他的自白 那自白可不可信的话 那各位观众就请各位自己判断 我说不再说 那是真正的